有一次呢 就是那一次喉咙状态不好 然后ODA就说 我有一个很好的发声方法 要不要教我怎么样发声 喉咙比较不会不舒服吗 然后我就说 好啊好啊 他就打了视讯电话给我 我就说 好那你开始教我要怎么样 他就说那你先深呼吸 然后吐气 然后我就眼睛往下看了一点 因为他在教我呼吸的方式 对他在教我呼吸的方式 所以我就看了一下他的胸口 胸口的起伏 然后去抓那个拍子 因为他说要跟他一起 然后 这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吧 对吧 我就是很 很认真的在看他的胸口 对 然后他就说 你在干什么 你现在在看什么 我 我没有穿内衣 我没有穿内衣 你不要看 我就说 谁在看你的内衣 谁在看你的 cheekabee 我才没有要看那个好吧 我自己也有我干嘛要看你的 我就这样讲 我就说我自己也有我干嘛要看你的 然后我就挺出来说 嗯怎么样 我也没有穿啊你可以看啊 这是真的 他就说好吧 那既然你沒有穿 那我們就繼續